大家好 我是莫大韭菜 其实这个名字主要是嘲讽一下自己 赚钱也是莫名其妙 像咱们的题目叫做 这1000万赚的莫名其妙 一点都不夸大 其实不止赚了1000万 这绝对是真的实盘 我第二个视频就是对这个实盘的验证 大家有心情可以去看一下 1000万总来的 你看一下 我是有4个账号 这是主账号 普通账户里头有1300多万 融资账户里头有1000多万 这里头有500万的融资 所以说这个账号是有2000万的镜子产 然后 这是另外一个账号 有300万 所以说加起来应该是2300 这个里头有100万 但是因为要显示户主 最后就不看了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70万的 大家看一下 回头里面也可以去加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一共是 目前车仓是3000万 500万的名字 然后这里头有 压迪 是这样 不要大走 然后我们就穿了西藏库一 太容易了 然后这个A股就真行 然后港股里头有一个周胚压 周胚压 然后比较迪是卖掉了 因为当时抽点超过40块钱 当时折价 就港股相对A股折价 等于40的优惠 最初就换成港股方式 然后等到最近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折价率就只换成10了 那我就觉得还是A股 换成就换成了 所以这个有一些钱 然后你看我总 总都是赚了2000万的实际 但是1000万从哪来的 主要是B2D中间 不然现在头也赚了1000万 还有一些赚钱 但是也就赚钱了 但是主要是 今年大部分赚了2000万 为什么说是莫名其妙的赚了2000万呢 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是遇到疫情了 疫情以后其实我还是不看牛市的 我把所有的股票 就是投机的 我认为是牛市 可能会找到军工啊 证券啊这些 全都跑了 买了B2D 准备藏平 然后 港股也是 港股 我觉得港股做的非常好 2020年3月 你看买了B2D 就把那些都给欠了 买了点 你看我放钱买了 30块 38块钱 然后呢 179 182 这倒没有真正的 这倒是移仓了 我移到了那个A谷里头 这别碰的时候 光比RG一直过来就放了一枪了 好 再混了 混到我的主阵号上 大家看看这个试图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完全是对应的 我是曾经小龙论坛拿的 所以说我先RG之后 实际是我的老法 后面就看我的实验验证吧 给你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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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感谢观看